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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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行方四 你好 終於有機會 來這個開心廚房 吃東西最開心 其實上次我答應過你 終於有機會看你拿手去廚房 想大家交流一下 吃得 今天我就是 特地 這麼多 海參 做了海參 來給你看 其實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年紀都差不多了 這麼大 吃要有些好東西吃 好得來又要懂得做 還有能夠自己做 我覺得海參是一種最有益的產品 從海味來說 包心刺吐和其他海味 海參是最有益的 那就是說 你怎麼選擇呢 這麼多種 每一種都有不同的味道 是嗎 或者不同的食療方法 或者療 它的用處 怎麼選擇呢 首先選擇芯 你要看你自己喜歡什麼價錢 因為有些很貴 有些很便宜 像這個豬婆芯 你選擇芯 最重要的是它能夠聚首一點 飽滿一點 重量一點 有重量的 還有肉要厚身一點 要厚身的 要厚身的 好 這個豬婆芯有特色 就是它有硬 又軟 這個就是軟的 這個就是軟的 要熟軟的 這些 但是你未浸發的時候 你怎麼扭它 你試一下 都不斷 都不斷的 但是待會我浸發了那些 給你看 輕輕抖一抖 小心一點都會斷的 這樣 即是發出來便會 對 這些是乾的 你一定不會 怎麼扭都不會斷 對 好像這些 你看到樣子不漂亮 不順滑 很肉酸 你看到這些 這些都是日本中部的 對 這些都是沖繩的 大家一看就知道變得這麼漂亮 是吧 你拿一下 這些輕很多 聚手 聚手就比較好 聚手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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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裡的芯有很多種 我們有南也門 斯里蘭卡 摩洛哥 澳洲 印尼 南美 日本 墨西哥 飛濟 沖繩都有 很簡單 博士說 我們如果去買普通的話 先選擇地方 會不會 我覺得價錢適中 可以分別來選擇 我介紹一種 比較少見的 澳洲梅花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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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梅花芯 它價錢很值得吃 因為這是純野生的 不過你要做的時間 做工就會長一點 你看它多硬 對 對 還有筋 對 還有花芯的比例 就會很高 這是澳洲的禿心 以海洋 澳洲 我看到澳洲有很多種 對 澳洲比較多 澳洲比較多 對 如果你看到這麼多地方 譬如澳洲 哪些藥用價值比較高 譬如我們想選擇的 由價錢適中的藥用價值 當然選擇最好的 哪裏最好 其實如果說藥用價值最高 我會介紹這一隻 這隻 對 我會介紹這隻 因為這隻含造金 是比較多 對人體有益 對人體有益 最有益 因為這個降血壓和降血脂 特別好一點 因為你知道 所有的心都可以令人延緩壞腦 可以防冠心病 又可以通血管 而很多上一年多的人 他就發定一些 一兩斤 發定那裏都不要緊 他就放雪櫃 喜歡每天拿一條出來吃 或者切開來吃都可以 對身體很有益 老人家也可以 年輕人也可以 總之這個心真的 好過老幼咸魚 還有你能夠把那條心 用一種做煮食的方法 深入一點 了解多一點 你用一些好的方法來做它 而且除了對身體有之外 你會很好吃 不過最重要是有一個好師傅 你就是了 不是 不是 我是在學習的 六叔 是 我們在這裡 這些是心來的? 是的 這樣嗎? 這麼大隻嗎? 本身在海底捕捉它的時候 它就這麼大隻 是嗎? 這個 經過小的製作過 就是這隻 澳洲 原本是這樣的 是的 原本是這樣的 製作就變成這樣 然後現在發大 就變成原本這麼大隻 是的 還原它 看到它很害怕 這些就是這樣 那要發多久呢? 這個呢 如果正常計 有些人發十天八天 嗯 如果我們發呢 因為我們用加熱的方法 發大約六七天 那這隻呢 這隻呢 一般來說是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 我們做大約五天左右 五天左右 即是用這個鍋 縮短了一兩天 對吧 是嗎? 那它又發出來 之後要怎樣做呢? 那首先的過程呢 就是我們會先將 擦一擦它 擦一擦 洗一洗它 即是煮乾淨一點 但是你現在這樣 如果是豬婆心 或者禮拜心 你是沒辦法 立即洗乾淨 你浸了兩天 又要再 洗一洗 洗一洗 這樣 這個呢 也是擦一擦它 還有這個 也是 輕輕擦一擦它 那其實呢 它就不會髒 不會髒的 因為你浸了十天 每次拿出來都擦一擦 洗一洗 但是去到軟身的時候 你不要擦它 哦 軟身就不會擦 一擦就會 因為那些刺就能擦完 OK 即是你說每一次都要拿來 即是十天 你要換水 要換水 多久都要換一次水 每一天 每一天換一次水 OK 即是全部都是要這樣做 是的 那這隻細心 要不要用七天呢 這個四天 四天 即是越細一點就越少時間 是的 是的 今天呢 我主要是做這隻 比較多人認識 和容易做一點的芯 好 這個呢 已經洗乾淨了 嗯 那些呢 之前我已經做好了一些 給你看 好 那現在呢我做這個 嗯 這個就是包心自肚波 是的 我們其實就是把芯 這個已經洗擦過去了 洗擦過去 就是可以扔下去了 即是這個是開始扔下去 是的 開始扔下去 OK 那你關上蓋 鎖了它 但是呢 這個牌的閥就不要關 有它打開 有它有封印出來 因為我們要按個按鈕 現在按個按鈕 它已經設定了一個海參鍵 嗯 那你大約五分鐘之後呢 它就會停止煲的過程 哦 就等它浸發的過程 哦 那第二天 你又再做一次 第二天呢 你又要拿那個鍋出來 換了一些水 就再去浸那個 又再做一次 按了按鈕 那其實呢 這個還要說回個人的經驗 嗯 那你浸到 如果這隻蟲 浸到第三天 四天 還不可以 有感覺的 那如果不行的話呢 你就要再浸多一天 沒有問題的 浸多一半天 兩天三天都不要緊 嗯 但是怎樣看它真的行不行呢 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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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經驗 是的 好的 六叔 是 不會什麼都不讓你做的 要做一些東西才行 好 這個呢 我做了湯肚剪腸的問題 哦 我現在拿去給你 清洗了 剪腸清洗了 其實呢 我已經和你剪了出來 剪了出來 剪了出來 其實在肚子下面 要怎樣剪呢 其實就是這樣 然後剪 啊 這樣是竹間 對 這樣剪了之後呢 很容易看到裡面有些髒的東西 很多 裡面有手指弓 這樣滑進去 即是兩邊手指弓都可以 這樣就拖出來 是 然後就拔出來 是的 哦 這樣 你看到裡面還有一層 還有一層薄 還有一層薄的 最重要是把這層薄 都要把它清除出來 知道 那些髒的沙子 就在這裡 是的 是 是 真的 挺多 你可以在這裡 養一下水 這樣切一層薄 切一層薄 切一層薄 好了 我們已經洗乾淨了 洗乾淨了 那怎麼辦呢 我把它拿出來 放回冰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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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回冰裡的意思是什麼 是最後一次膨脹 哦 因為熱縮冷醬 是跟熱漬冷醬 是相反的 是相反的 即是冬就有漿 是會拍發漿 很有趣 我放回冰裡 放回冰裡 冰裡的時間 隨時可以拿出來煮 哦 這樣就完成了 現在是清洗的過程 兼介入冰 但是在冰裡要多久呢 幾個小時 幾個小時 然後拿出來就可以煮 是的 如果你不吃煮的話 你可以用保鮮膜包起來 等下冰箱 哦 那個急凍櫃 你放在那裡 幾時拿出來都可以 放幾久都可以 幾久都可以 即是冰就不好了 就這樣拿進來 就包住 是的 用保鮮膜包住就可以了 老叔 是 今天我們的菜式 就叫做 蔥燒療心 哦 蔥燒療心 在北方就很流行 哦 我們用 京蔥 這個京蔥 我們用 蒜 蒜 京蔥切碎 薑 哦 這個是芫荽 蒜頭 今天特別多些 就是加了乾蔥 乾蔥來的 對 比較適合 因為我們最主要的是 蔥油是最重要的 因為我是蔥燒的 首先把蔥段先炸 這些是稍後拿回來吃的 但這些炸完之後就不要了 就不要了 這些我拿回來吃的 我只要一些油 首先要什麼材料 我提給你 我先要京蔥 這些可以用來吃 做完之後 就是逐一條逐一條 放下去 是 油要 滾到這裡 滾了之後就要收小火了 因為油本身已經滾了 我們現在用小火來慢慢把它 因為太大火 就很容易燒焦 焦了 你看到這些京蔥 因為蔥開始變黃了 現在就是最美的時間 但是蔥的味道 有沒有進到油? 進去的 進去的 即是蔥油 是這樣的意思嗎 是的 但是蔥拿回來後 一會兒就可以吃 我們稍後還有一個過程 還有一個過程 和療心一起煮的時候 我們便會入味 金黃色 這個我們放在備用 它會變黃 再變黃 現在的油 我們要怎樣做呢 最重要是這些油 因為它已經將精華 已經炸到裡面了 現在我們再將其他的材料 放進去 這些 有薑 全部一次過放進去 不是 先放些薑 因為薑就比較難熟 而且它可以有很多泡 因為它沒有出來的 噢 現在我們加了一些乾蔥 最後再加芫茜 因為芫茜 就比較容易焦 噢 最後才加芫茜 對 做這麼多蔥油 和加這麼多材料 通常會煮多少 要煮多少療心呢 其實煮的油 可以備用的 備用的 即是放在一起都可以 好 好 我們現在有它炸 我們進行第二個程序 OK 好了 六叔 麻煩你給我一點水 好 好 這水在這裡 我肌肉水 好 那我們要蒸東西 好了 第二個步驟 是 我們就要先開啟它 先打開 打開 但很快 然後第二個步驟 好了 我們要做事 是 這個原本的療心 是 發了之後 就變成這樣 是 十幾二十倍 有啊 很厲害 這個真的是 好了 不如我們進一步 進一步 進一步 進一步我們將 洋蔥 放進肚子裡 讓它的味道出來了 對 對 我拿一條 我又拿一條 對 這樣放進去 要在裡面蒸中間 三八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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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翻轉它 然後放進去 我們的碟上蒸 哦 這樣放在一起 對 全部 然後拿進去蒸 對 好 好 我們已經蒸了 對 其實我們的蒸籠 下面正在蒸菜 哦 這個菜 因為這些菜 會用來灌碟 嗯 好了 現在的材料 已經出味了 哦 我們要用一些油 好 只要用油 只要用油 炸出來 哦 這樣 哦 哦 煮另一個 是 煮好了 我們可以開工了 好 我們現在先熱烤爐 先用少許油 這就是蔥油 是 味道都在這裡 好 好 現在先做鑊 小心 哦 全部都放進去 然後再放少許的蔥油 放在麵 嗯 然後呢 我首先放些上湯 好 好 當煮好了之後 我就可以放味了 調味料呢 有很多 也有幾種 其實一般炒菜也有這麼多 都是這樣 鹽 鹽 紹興酒 胡椒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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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蠔油 老抽 生抽 生粉 生粉 還有冰糖水 冰糖水 好 現在已經煮好了 我可以放這些 煎好的 精葱 嗯 放進去 放進去 放一點鹽 放一點鹽 放一點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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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次序的 鹽和糖 我猜是合在一起 好 胡椒粉 老抽 兩茶匙 生抽 又是一茶匙半 還有一湯匙 兩匙 差不多 好 最後 我要加一些生粉 給我一點水 好 多少 倒 繼續 好 好 好 你看它夠不夠稠 如果你覺得它 很稠 對 就是稠一點 但是我不想它太稠 因為吃起來太稠 就好像很漿口 好了 再加了醬油 好 好了 可以上碟 上碟 可以上碟 這個多一點醬油也不怕 因為它也很吸收汁 還有一些菜 對 做一些醬油 讓它吸收 好 差不多了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製成粉 好 合作成功 好 謝謝 最後 在我旁邊 我們的美好的 我們下次見 我們這邊就會知道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 穿車 stains 我們下次見 最後 我們下次見 首先